重要的幾個重點 第一個康義甫這個函數 第二的話定義名稱 定義名稱記得按F3 所以如果你按F3說你公式得到的結果 不是得到的是機率 而是錯誤訊息 那你可能要檢查 檢查怎麼檢查 公式名稱管理員 到這邊檢查看看 這個名稱是不是對應到對的範圍 有沒有他會點這邊一下 他會出現什麼曲線 你看一下是不是第二到J100 如果不是的話 那你的公式一定也會錯誤啦 OK 那當然好處就是說 將來你可以配合什麼 配合F3 比如說這個名稱 你點他F3 他就跳出名稱 所以比較像是那個 ECL裡面把它拿來當 那個關聯式資料庫 其實我覺得這個蠻像的 按F3有點像把那個關聯帶過 然後將來我們去查那個表 OK 所以這樣蠻方便的喔 然後選這個 OK 有沒有他就過來 那選完之後告訴我結果 有沒有17個 17次 再除以他總共的號碼 那就得到他的機率 那格式就是按右鍵 除塵格格式有沒有 這邊的話就是 先把它改分母 這個分母為100有沒有 然後再點制定嘛 然後再補兩個0 這樣就OK了 所以喔 第二個就是 懂得要修改格式的問題 也就以後的啊 有些格式在那個列表裡面沒有 你也可以用這種方式去修改一些格式 好 那其他的話就是 這個是把這個複製過來改一個2 有沒有 然後這個 他原來的那個 公式喔 比如他的這個格式喔 如果假設我清除他的格式 那把它複製過來的話 就是有這個什麼刷子 這個刷子就複製他的格式 而且這個刷子喔 他還有特 他有另外一種用途 就是你如果點一次 點一下 他只會複製一次 但是如果你點兩下 他會連續複製喔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點一下 因為我要只要複製一次 所以點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複製它 這樣就OK了 那你說你要連續複製 比如說我要想到三個好了 你可以把這邊清除格式 那三個怎麼複製 點兩下 有沒有 一次 兩次 三次 如果取消的話呢 就是再點它一下就取消了 這個複製格式還蠻好用的 以後就懂了 要基本功能 所以我是覺得 Excel是一個 還蠻OK的一個工具 該有的功能其實也都有了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計算它的這個排名 那接下來我們希望撰寫VBA 所以跟前面一樣 假如我希望這邊有個完成畫面 在第二頁這邊 我希望產生六個VBA按鈕 所以這跟上個禮拜有點像 所以我們的上課 基本上都是前面可能帶一點函數 後面再帶一點VBA 那我如果希望 我們先來看一下 第一個按鈕 樂透彩 我希望喔 樂透彩跟樂透彩清除 這個清除 意思就是把這邊的公式 全部清掉 然後再按一下 那這個樂透彩 再按一下它 我希望它可以把我這邊的所有公式 又重新讓它做完 OK 類似這樣子 一個是清掉 一個是把它重做 OK 那要怎麼做 所以樂透彩 那當然我們看到它有兩個SARB 所以有兩個SARB 所以有兩個SARB還記得 1 先把那個 其他命令 箭頭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去開發人員打勾 按確定 STEP 1 STEP 2的話 開發人員 找到VBA就靠它了 OK 所以 接下來我們如果要寫 兩個SARB 應該兩個按鈕 先做 總共六個按鈕 我們一個個來 好 那一樣縮小一下 把它放到這邊 那寫在哪裡 還記得吧 按右鍵 插入模組 放大一下 然後寫什麼呢 字先放大一下 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因為它預設都9號 字太小 SARB 先打個SARB 按鈕名稱叫什麼 樂透彩 所以我就打一個樂透彩 OK 所以 打這樣就可以了 Enter 它頭尾就自動幫你產生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其實是需要輸出這個範圍 那第幾列呢 所以 4 跟它講說 我的範圍是從 第二列到第幾列呢 這邊可以感受向下 四十三列 那當然你先填 我們先 先不一定用追蹤 4i 所以這邊叫4i 等於 第二列到第四十三列 這個就是我要執行的範圍 然後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表示這個回圈的開始 回圈的結束 那這頭一個尾 那裡面要做什麼 幫我輸出公司到 這個範圍 哪個範圍 這個儲存格 B C D E 總共有四個欄位 怎麼寫 你打一個Sales 儲存格 哪一列 DI列 哪一欄 B欄 等於什麼呢 那個公式 放在雙引號裡面就可以 那因為有四個欄位 所以你只要什麼 把這個再複製一個 改成C 改成 總共四個欄位 所以 B C D E 所以我就把它改一下 B C D E OK 那如果後面是空的 那其實就清楚 所以其實這一段 你可以把它複製到底下 先改個清楚好了 還有 那我不建議 你現在就把它ROW 你如果這個清除執行 裡面公式不見了 那我們現在 先不要執行這個清除 因為我們還需要把 公式有沒有 這四個公式 分別放在這裡面來 那怎麼放 還記得吧 把 B 2 點一下 上面的公式 複製一下 取消 然後呢 貼到這邊來就可以了 貼上 這個第一個貼 第二個的話一樣嘛 所以這邊把它複製貼 取消 記得啊 取消之後才能切到 B 2 B S 不然的話 如果沒有按取消 你切不過來 它會卡住 然後一樣 把這個 把它複製 取消 貼 所以啦 其實都是 複製貼 把公式貼過來就對了 但是 會有個問題 它全部都是A 2 A 2 B 2 C 2 有沒有 都是 第二列的位置 那 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 一執行 它會變成 所有的資料 都會變成一樣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 每個都是A 2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 這個A 2要變A 3才對 有沒有 A 3要變A 4 那這個 這個後面的這個數字 其實跟著 其實就是 I 的值變動 所以喔 最後呢 要怎麼改 好像前面我們有做過 類似練習 還記得吧 就是把2的地方 加上I 那你不能直接把I放進來 因為它是一個變數 所以你必須要把它串在 這個文字的中間 因為文字是頭尾在這裡 頭跟尾 它是一個文字 你不能直接放變數 你必須把這個文字切開之後 放個I進來 那放的方式 前面好像我講過一個口訣 選列號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把and前後加空白 這個就OK了 那底下這個也一樣 所以你把這個複製一下 把它蓋到2的地方 所以這個喔 這個2 Ctrl-V貼上 有沒有 第二個OK了 那第三個也是一樣 所以啦 比較快的做法是 把這個雙引號到雙引號 的這一串文字 貼到2的上面 蓋過去就可以了 其實喔 只要你看到2啦 你把它蓋過去 應該就不會錯了 然後還有哪一個 D2 有沒有 所以其實只要蓋 剛剛的A2 這個A2 然後 A2 這個兩個 然後B2 C2 跟這個D2 好 這樣都OK了 好 改完之後的話 其實程式都寫完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喔 執行它 有沒有 這全部OK了 那如果再執行一個清除 欸清掉了 最後其實你可以插入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是什麼 樂透彩 所以在這邊拉一個 按鈕樂透彩 然後把名稱複製起來 然後這邊名稱給它 樂透彩 然後底下這個我習慣把它 上面的按鈕複製 然後貼到下面來之後 它會移上面一點 讓它不要靠那麼遠 分那麼遠 按右鍵 重新指定它是清除 然後這個的話 叫做 樂透彩清除 執行一下 欸有啦 有沒有 這個OK 清除 也OK 那你可以看一下 清掉 重新跑一下 所以啦 如果假設 前面的資料都變 有變動的話 你其實清掉之後重跑 它就有 重新的分析結果出來了 欸這樣感覺其實還蠻好的 按一下就有答案了 OK 你可以看一下 哪個號碼機率最高 然後你可以再做一個判斷 試試看 剛剛主要是利用那個 VisioBasque寫出來 那當然第一個 先把VisioBasque打開 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在這邊 Module 然後名稱的話 記得就是對應到按鈕名稱 所以這個名稱 就會對應到這個按鈕 所以這個樂透彩 SUB樂透彩 對應到它 這個對應到它 這個對應到它 OK 好 那兩個 這個程式碼機 雲端上也有啦 你們也可以參考 雲端白板上面 看一下應該是在... 這邊也有 OK 試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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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